根本没有打你好不好 你都快撞到我 圆景和两名女子在路口爆发 转指双方互相让 你站在那边我们过去 然后你打我背 你打我们 双灾女骑士指控圆景打人 越讲越激动 圆景也气得反恐 撞到我 你会骑手 两话 两话 有份发生在新北市图城区防训道路 女子事后PO出验伤单火大怒控 原来和朋友骑车经过就被圆景拦查 对方不持态度很差 还先口出恶言 最后被放显了一开始 圆景竟拿不明物体 直接往她背后回下去 力道大到让她当场飙累 当下圆景否认攻击 但女子仍决定提高伤害 过去的时候她就挥我们 往我背上挥就打到我的背 挥很大力 眼泪飙出来 后面态度很差说 那你们为什么要经过这里 警局拿出画面诚信 当选女子骑乘的机车 从圆景右后方快速骑过 险些擦撞 圆景下意识防卫 才伸手将机车拦下 告诫危险行为 否认有攻击民众 本分局尚未发现圆景尾尸 或不法行为 以将相关卷证 含请台湾新北地方检查署参办 警方监控民众检举 造影车辆到上栏 查却意外引爆纠纷 当时远景监存 手上没拿东西 也没打人 适应差点被撞 手不小心挥一斗 现在也反告女子 无告未证 双方各说各话 决定对不公堂 各自捍卫权益 记者杨洁张贝兹采访不到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